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換句話說 可能不太久了 最快當然最慢沒講 他們現在是說6月18號 反正就是說 一直有報導說他要去 船是18號要訪問中國 而且有機會見習近平 白宮官員不評論 但是說兩軍在台河的緊張關係 需要得到緩解 就是說中美 不是我們 中美的他們兩軍的緊張關係 要得到緩解 媒體說 布林肯到中國訪問 民進黨就陷入戰略被動 第一個美國現在也不想刺激大陸 第二個台灣會不會變成交涉的籌碼 台灣變成一個帶來討價還價的籌碼 民進黨是不是因此變成戰略被動 AIT的處長孫曉雅說 美中關係並不是聯合賽局 你們不要以為說美中是聯合 不是的 台灣要規劃自己的道路 你知道老師追著我們美國的道路走 這也不是辦法 美國不會阻止兩岸對話交流 你們就對話交流 我們這些都不對話交流不行 意思是這樣 台灣民進黨當局搞不好覺得說 我就跟你美國走對不對 所以我跟老公要這種延遲彼此對應等等 那麼你現在還翻臉了 說我不跟對岸對話交流 搞不好有些民進黨會這樣 我本來是覺得是我這樣是你喜歡 搞得半天怎麼現在變成 怪我 說我沒有對話交流 好 那麼美國支持三個總統參選 因為他們都說他們願意跟大陸對話 搞不好孫曉雅 或是他理事主席來 對我問說你們到底對兩岸怎樣 是要打仗 還是要和平 還是要交流 還是不交流 每個人都說我們願意交流 美國說支持 說支持 另外AIT主席羅森伯格 跟侯友宜 賴清德 柯文哲都碰面了 而且丟出了什麼2024大選重要的訊號 也是大家都關心的 孫曉雅正會講話 三個我都喜歡 不管誰當選 台美關係都不會變 三個我都喜歡 我們看一下 台美交流友誼長存 到新北市平息放天燈 國民黨的後友誼 不忘用名字的細音取巧 但對比藍綠把羅森伯格帶去看看 自己現任或曾執政的縣市 民眾黨總統參選 柯文哲選在高雄也請他 請問 因為酸和酸 因為它可以酸和酸 所以人們會叫它 成為酸和酸 因為它很酸 因為它很酸 三人都見過很多次 對他們的個人 和長年來的工作 都有充分了解 更指出聽到三個政黨 都有談到與中國溝通的意願 雖然切入的角度不同 但似乎有一個共同目標 美方絕對是支持的 這對外說法 一碗水端很平 也要避免外界過入解讀 第一個美中台三邊當然不是零和 這個從過去到現在都這樣 那鼓勵對話 其實美方也不是第一次講 美國的一中政策也好 對台政策也台灣關係也好 他講完通常都會講說 我們還是鼓勵你們兩方對話 然後用和平的方式 解決兩岸的問題 當然美國不會介入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立場的 一個重申 可是為什麼要重申這件事情 我覺得跟現在的美中情勢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美中從去年裴洛西來 那個事情之後 美國是真的高度覺得說 這問題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恐怕 很嚴重 所以去年11月 拜習會就搶著先見面了 去年拜習會見完面之後 其實美中關係開始 進入一個和緩 開始想要接觸 然後緩和這個區域的緊張 只是中間遇到了一些插曲 包括Spy Bloom這些事情 搞到現在布林肯 這禮拜才能去 這拖延了半年多了 所以讓他整個和緩的情勢 拖到了 拖到什麼 前幾個禮拜你看那個 這個項哥里達會談 雙方國防部長不只不見面 還放話 喊話 然後飛機又差點撞到 船間又橫切 所以這緊張的態勢 就是讓雙方的軍事對話 沒有的情況底下 可能會插槍走火 這個問題不只插槍走火 的問題還有一個很重要 如果美中關係搞不好的話 接下來美國11月15號 要舉辦APEI高峰會 他是東道主 習近平說我不會去 美國沒有面子 不只沒有面子 他整個所帶領的西方國家的 這個威信可能都會受影響 然後馬上拜登明年要選舉 2020 他也要大選了 所以這就已經不是國際的戰局 他們也是到國內賽局了 所以他一定要趕快 把這個事情處理好 所以從美中想要對話 他當然不能說 你們兩岸不能對話 你都想對話 他當然說你們也應該對話 所以去製造一個 整個美國 中華大陸 還有台灣上邊 這個情勢怎麼樣 把它緩了下來 所以我說民進黨 也不要誤判情勢 好像抗中 抗中就一直抗中 其實美國不是 他是對抗又對話 競爭又有互來 又對話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當然也是 雙方要想辦法 讓兩岸恢復對話 不要說連最基本這個路客 都不能來 這個現在在議後的 經濟複數來講 如果沒有這些動作的話 其實很難看得出來說 兩岸對抗的情勢 有和緩的一個跡象 就是說老美其實外交 是很頂活的 其實很彈性 一方面需要競爭 一方面那邊 有時候可以合作等等 反而變成台灣好像感到很僵硬 另外當然是 因為布林肯要去 所以他們在台灣 也不想把台灣搞成太亂 所以要安撫台灣 都很好 可以對話等等 免得台灣到時候都亂罵一通 然後影響了布林肯去大陸 老公要火了 什麼意思 雙面人 一面說要跟我來拜訪 一方面鼓勵台灣在那邊鬧事 來 放心 我覺得我們一切都必須要先從拜登 他自己的選舉開始來看齊 因為這牽涉到拜登政府 他的最高戰略 你要說這是等於美國的最高戰略 我認為不等於 美國的整體仇中的意識 反衝的意識還是很強 但是對於拜登來說 到他選舉之前 各位可以去想一想 如果因為台海發生了戰爭 請問一下對於拜登來講 他是要派兵還是不派兵 他如果派兵了 可能會偉大不掉到最後無法收拾 因為歐洲現在最新的民調 62%的人說 他們並不想要幫美國打仗 甚至裡面有5%的人說 他們寧可去幫大陸來打這一仗 中美如果發生戰爭 歐洲關係協會所做的調查 那麼所以他打不打得起這場戰爭 他不能派兵 可是他能不能夠不派兵 他如果不派兵的話 就在國際上面對大陸示弱 所以如果在明年底之前 發生了任何戰爭 反而是拜登選舉最嚴重的麻煩事 所以對於拜登來講最高的戰略 就是中美之間千萬要緩和 台海之間也千萬要緩和 不可以在他選舉之前 發生任何的事情 於是我們就看到 拜登從去年11月的 在APA的會議當中 然後跟習近平見面 見了面之後他很開心的 用跳的方式 然後進入那個飯店 然後用跳的方式離開那個飯店 這不容易 70幾歲的老人家 那麼可是後面發生了一個 拜登自己定位為C0 愚蠢的氣球事件之後 布林肯沒辦法到中國大陸 你看到最近就是不斷的喊話說 布林肯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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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到現在為止 沒有發表過任何意見 孫小小講的話 雖然感覺上面好像是 美國例行性都是如此的表態 但是不要忘了孫小小他是主動的 他是去參加大雲食堂這個節目 然後主動釋放的訊息 美國如果沒有特別的原因的話 他不要講就好 坦白講他講的對我來講就是 你從某種角度來講 理論上都是廢話 你喜不喜歡我們的候選人 我們的候選人干你什麼事情 你本來就不應該要來干預 我們跟對岸的對話 你本來就不應該阻止或者支持 或者是反對 你沒有這個立場來阻止台灣 要跟中國大陸 有些什麼樣子的關係往來 但他為什麼要放這個話 你不要忘了 其實讓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李登輝 在最後的1998年99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承受了 美國極大的壓力 要求要跟對岸就是對話 那時候孤王二次會晤 就是在那個美國 極大的壓力之下進行的 美國當時放話是什麼 就是鼓勵雙方對話 不反對雙方對話 當美國刻意這樣表態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背後 施加極大的壓力 因為美國曾經 在六項保證裡頭說過 絕不施壓要求兩岸談判 這是六項保證當中其中一個 所以他不會公開的說 你們一定要談判 但是當他說我們支持對話 我們鼓勵對話 通常就是他施壓很重要的潛台詞 1998年如此 此時此刻也是如此 回頭要去看 原因很簡單 因為拜登要選舉 好不好 媒體說三個候選人 風向抗 風向變 成像起風 不要打壞美國一盤級 老美現在正在下級 他覺得下得還不錯 布林肯要去了 你們大家小心一點 AIT處長薛曉爾說 賴清德 柯文哲 何友宜 三個有共同點 所以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是不會動搖的 他說似乎都有共同的目標 雖然切入的角度不同 這是他的觀察了 何友宜說東邊西邊 就是美國大陸了 西邊至少把它穩定下來 不能像民進黨一樣 不對話也不溝通 另外侯友宜說 如果我沒有贏 誰來守護中華民國 賴清德忘了抗中保台 他之前要抗中保台 現在要和平保台 他忘了他當時抗中保台嗎 來 逸祥 我覺得美國在拜登政府之下 其實無論是美國或日本 或其他這些民族理念相近的國家 我覺得都有一個共同點 這共同點就是希望維護和平 其實我相信 無論任何政黨任何陣營 大概也有這樣的共同目標 但我覺得美國對於說中國 我自己的觀察 是他應該是有一個長期 跟一個短期的做法 長期的做法是什麼 在經濟的層面 在科技的層面 在晶片的層面 甚至於在戰略 軍事等等的層面上 他要勝過中國 為什麼 因為他不行 在這部分 他不能賞失他現有的優勢 所以你可以看 無論從一個經濟競爭的層面 從一個貿易競爭的層面 從科技 從晶片法案等等 美國現在是全面在跟中國競爭 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在美國多個人 中國這很多官員都說過的事情 但是從短期的層面 大家都希望避免擦槍走火的一個機會 大家都不希望現有的 在交往的模式 會帶來任何的軍事衝突的可能 所以這是為什麼美國 其實無論從布林肯到國王部長 甚至於到拜登本人 都講過很多遍 我們跟中國的管道要是暢通 所以我覺得美國大概是 現在是鋪陳這樣子的一個戰略 從我們而言 我相信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說 我們的戰略應該也是雷同了吧 我們當然希望可以競爭 我們當然希望在經濟層面 我們可以勝出 科技層面我們可以勝出 甚至於軍事平衡的層面 我們可以透過非對稱戰力的部分 持續保有我們的軍事優勢 我想這個也是 我們國家的整體的戰略 但很可惜的是 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中國切斷了這個對話的管道 中國設了一個 不可能達到的前提 甚至於如果中國 把這同樣的前提 現在去跟民眾黨講 去跟國民黨講 可能大家沒辦法達到 因為中國跟民進黨說 就是你一定要接受九二共識 才有交流對話的可能 所以因此我們看到 在地方層面 在一個比較工作切成的層面 確實對話是進行的 但是從一個政治層面 從一個政務層面 確實這些對話管道是中斷 那這中斷的原因 我想大家應該相當的清楚 謝謝 再回來 這5%戰管跟空軍通話的時候 聽到說注意我是中國空軍 我開始看不懂這新聞什麼意思 說蔡英文去打 就是說用戰管的通訊 去跟空軍來勉勵空軍 然後意思就是說 你們很辛苦等等 反正總統去 結果你看他說 我說我是總統 請確認空戰戰備執行情況 保持監控 確保領空安全 辛苦了 其實就是慰勞一下 結果沒曉得對方 突然冒出來說 注意 我是中國空軍 你已侵入中國領空 嚴重侵犯我主權 他這個當然不是跟蔡英文講 是跟我們那個飛機講 我們的戰機在天空 兩個都跟那個戰機講 蔡英文跟戰機說你辛苦了 要確認你的這個執行情況 對方就講說 你在我的領空 你已經侵犯了 侵犯了 等你要注意 所以蔡英文 你自己想想 如果你是蔡英文 突然冒出這些話 當然這時候有幾種選擇 一種就是罵回去 什麼你的領空 我的領空 中華美國領空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蔡英文 沒有這樣 還笑 這我就不懂你笑什麼 這不能笑的 三軍統戰遇到這種情況 如果你不罵回去 要嚴肅以對的 怎麼會笑呢 我就不知道 他大概沒有想到 就笑了 然後借文吉大師說 說顧李雄一定想說 沒有來搞我幹什麼 空軍說 雖然通話系統是不同的 那這怎麼聽得到 如果不同的系統 怎麼會聽得到 他說我們沒有共軍採用的 叫做國際緊急開放頻率廣播 我們是戰備專線廣播 那通話系統是不同的 好吧 這個陳建仁說 系統不同 顯示國軍面對的挑戰 陳建仁講我常常聽不懂 那個邏輯是什麼 他講什麼東西 這樣不同 跟挑戰有什麼關係 面對什麼挑戰 就是基本在空中很接近 很接近彼此他們在通話 你先要插進去 你就聽到他的講話 其實就是這樣子 平常可能老共 經常是跟我們這樣講的 對不對 我們已經講說 你已經進入我的什麼 什麼ADI的領域 你趕快走 我們一定這樣喊 老共你就說什麼你的 這是我的 每天這樣吵一定是這樣 只是那時候總統沒去 沒有這樣穿出來而已 馬雄斌 首先我覺得蔡英文 這次這個反應 第一時間可以看得出來 他很輕忽的心態 他為什麼會笑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覺得 尷尬 一個是很尷尬 第一個他心裡完全沒有預期 二來他可能好像還把他當成是一件 滿好笑的事情 他想要緩解那個緊張氣氛 可是就像剛才趙先生講的 你是三軍統帥 這個是很嚴重的 尤其是說好 雖然後來空軍解釋 因為他是用不同的通訊系統 他並不是什麼真正蓋台什麼的 可是你在第一時間 我們就明明白白的讓我們看到 現在 蔡英文如果以我們中華民國憲法來講 什麼那一大堆內政很多的事件 還不是你直接管 你是真正管軍隊 國防跟外交的 你是真正的三軍統帥 結果你在第一時間 你沒有覺得我被侵犯 你第一時間你沒有覺得說很憤怒 甚至就算說 你第一時間你不確認 中共的解放軍是不是針對你而來 可是你既然知道有這個影片 正在記錄你的一言一行 正在拍攝的時候 你要大聲的反駁 你要捍衛我們的國格 你要捍衛我們的尊嚴 結果你看到他在那邊 一來很尷尬 好像不知所措 二來為了化解那個尷尬的局面 可能還笑 這個事情我覺得在現在這種 大家正在為兩岸甚至美中台的情勢 未來發展非常緊張的時候 其實蔡英文不就是更加的 讓大家對於未來沒有信心嗎 而且這個部分我要連結一下 我們上一段討論的主題 就是美國這個國家 他永遠是以他自己的國家利益 還有他的政黨利益 甚至選舉期間來了選舉利益 甚至是金主的利益為他的第一考 民進黨之前我們就一再的提醒 你不要只是把所有的雞蛋 全部放在壓寶美國的這個籃子裡面 因為美國的利益還有他們政黨的利益會改變 現在為什麼美國會趕快放出不同的訊息 甚至這一次AIT的理事主席到台灣來 第一個見的是侯友宜 他其實不會讓民進黨覺得很難堪嗎 這個關鍵點在什麼地方 就是因為現在美國也要進入選舉 他們進入選舉 他們第一步驟是什麼 他們第一步驟是募款 那麼現在民主黨對拜登的一些大的金主 對於他這樣子處理美中問題 跟把台灣的事情推到火線 美國民主黨的金主很有意見 他在要募款 他的金主很有意見的時候 他順勢的轉圜 甚至布林肯急著要去訪問對岸 這個時候你民進黨還不警覺 而這個時候的蔡英文 對於兩岸的對峙關係 軍事的關係 又處在一個相當隨便的態度 這個真的不是讓我們大家覺得 更加的緊張嗎 好不好 除了這個以外 共軍攻台的前行戰術現行 前行 就像前這個 夾起來 夾起來 然後在這個地方擠壓你 台灣跟日本都分別公布 的確 訊號是這樣 我們看這裡是大陸對不對 這是防空識別區 這是台灣 然後國安部公布 前兩天8日有37架次攻擊 8號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西南到東南 在這地方繞 然後同時他從這個宮古海峽 日本7號8號公布 17架攻擊突然有宮古海峽 你看7號8號17在這裡 這個8號37在這裡 但是鉗子夾住 夾起來 所以台灣跟日本都公布 各公布各的情資 另外今天上午都有10架超過中線 而且增獲24架次 今天到現在 殲10殲11殲16速開始30 轟6預警機 計24架次也跑來了 另外也說我們跟美國買武器 遲到遲遲不來 所以現在變成要靠我們國造武器 必須要靠我們的雄蜂跟天公來抵抗 美國其他的什麼愛國者三型等等 都遲遲不來 不來只好靠我們自己 來 蘇惠 你們年輕一代在怕不怕 當然怕 去年大家都在說 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 但今年大家又晉級的說法 就是票投民進黨台灣變戰場 已經沒有誰要上戰場了 台灣整個都變成戰場了 我們看到民進黨所有的戰略 已經從這個 咀嚼以海陸 海空之外 現在變成準備要打巷戰 當打巷戰以後 台灣就變戰場已經 不是青年要上戰場 中年要上戰場 女生可能也要上戰場 人人上戰場 對 烏克蘭不就是這樣 大家記不記得 二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 就有一則新聞 就是一個烏克蘭的 七八十歲的阿嬤 在那邊學習拿機關槍要上戰場 蘇貞昌之前說他拿著掃把 要跟他拼的這個預言 可能會實現 剛剛在講到這個 戰備通話這件事 兩天前其實就發生了 那只是說這幾天又 這一天又 大家又更加去討論這件事 但至今國防部沒有說清楚說 到底有沒有被蓋台 到底有沒有聽到共軍的話 他只說不受影響 系統不同 這個不受影響 也有不同的解釋方法 就是總統講話雖然聽到了 可是他不受影響 還是講他的話 但是現在聽起來 是有蓋台這件事 那有軍方的退役將領 你就覺得說很不可思議 總統用的戰備通話 要嘛就是特殊頻道 要嘛就是保密頻道 到底為什麼會 中間會出現這個 共軍的喊話聲音 好啦 我們聽到共軍的喊話聲音 還好還比較沒怎麼樣 蔡英文聽到對方的聲音 還好沒怎麼樣 那如果對方也聽得到 蔡英文的聲音呢 對方也聽得到我們戰備通話 我們的三軍統帥講的 發布的指令呢 那這還得了 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說 到底是怎麼算話 但是過去我們認為軍方 應該是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 這個軍人嘛 現在這幾年喔 軍方在講這一些喔 兩岸之間的這些國防的問題 越來越太極了 講得很模糊 什麼叫不受影響 到底有或沒有 這個才是重點 還有那這樣子 戰備通話 如果可以被蓋台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會被監聽 這個才是我們關心的 剛剛宜翔說 承認說現在兩岸之間 對話管道是中斷的 民進黨執政以後 對話管道就中斷 我想宜翔也不會否認 那如果說你們都明知道 現在對話管道是中斷 請問一下賴清德說 要跟習近平吃晚餐 是要吃什麼鬼啊 然後又說要這個兄弟之邦 又要跟誰去兇 誰是弟呢 所以我覺得每次到了選舉 騙票的語言到處都是 但是兩岸局勢的緊張 民進黨至今 無法提出解決的方法 最怕的是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頻道 老共能夠掌控 你蔡英文的一舉動 是不是被老共掌控 或是老共已經知道 你蔡英文會去 這就比較討厭 在這邊等你來 我就喊個話給你聽 也許是巧合 也許是預謀這樣 就像823砲針一開打 我們三個陸海空 三個副司令 你一出餐廳就一個紙袋下來 一顆爆料全部打死 其實是掌握了 人家完全掌握你的高級 這樣一個動態 來 聽完 我想青年要上職場 不是上戰場 台灣想要的是觀光 不是要燒光 近幾年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 態勢是越來越明顯 所以一直到選舉 我們才一直在討論 我們會不會上戰場 其實民進黨也嚇一跳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賴慶德 上任以後 他先告訴大家 他不會台獨 到以前我們想要跟中國大陸講話 就說是中共同路人 到現在賴慶德說 要跟習近平同桌吃飯 變成中共同桌人 我們可以看得到 巷子的一個清楚 就已經明顯的反映出來 民進黨已經不再 用他們的神主牌 也就是抗中保胎 現在民眾也不吃這一套 我們最後也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我們看到民進黨 在這個成平時期 對於防疫的階段 口罩 快篩 疫苗 都處理 後勤都處理的 李李大郎 你現在跟我講說 你打戰的時候 你能夠有萬全的準備 你希望大家要放心 我想這個部分 真的是很難讓我們所有 全國老百姓 對我們的國軍可以放心 續續再會 一些影響 都怪不得 對 那不是 我們公司 不得 再要 在這裡 想說